佛门中的教育 跪在让所有一切行者念念之间 清楚明白 审视发心 在自己每一个言行 每一个行为里面 都要清清楚楚知道 在自己心境之中的根本掌扬 以及知道对周遭环境以及世界 它的影响是什么 所以面对那些恶心的破坏佛门正统之间 担心做失宠 是亵渎佛教 或者是畏作沙门 假冒三宝形象 在外面为非作胎 或者是败坏大众 对三宝从此以后失去信心的 败坏三宝种种威德的 如是第一切行为 起来大声呵斥 严厉制止 那是因为我们懂得要如何延续三宝 因为我们心中质重 懂得三宝的重要 所以反而会在守护三宝威德的一切行为下面 你反而会发现自己心中 将来对三宝更能够发出致重的礼敬 对三宝更能够知道 三宝不可思议 另一之间维护的心里面的那种悲怯 那这种发心的菩萨 所有一切在护法护教里面 大声呵斥这些破坏佛教这些邪认的行为 他都不叫傍身 反而是那些现在出家的形象 不管是真是假 但为了逞自己的私欲 或是图谋一些自己不法的企图 然后利用如是森宝的庄严 想要坑蒙拐骗 令众生堕于不振之间 多在暧昧良知的种种暧昧业障 那这些人才是真正叫做傍身 傍的是他们将来对解脱大道如是的庄严的形态 永远与他绝缘 那是真傍身法 所以在自己心性之中的影响中 傍身可以略分成两种 一种是恶意的有为造作 刻意败还 一种就是心中软弱无能 念念 回避 不肯作为 也不肯互伐互教 那在这些心态之中 都是令其将来在心底深处 在决心之上 永远对森宝 永远对这个森种 这个形象的这个影像 在他心中 越来越遥远 越来越不敢面对 这都属于傍身将来的夜感因果 所以傍不傍身 那是一个行者 念念之间明白 心中发心的担当 傍不傍身 那是历练一个学人 在今生所有的一切因缘底上 因缘底下 他懂得要建立什么样 应该有的作为 应该有的发心的 心中的绝招 那种智慧 所以不是 你对的森像 呵斥就叫做傍身 假如你不呵斥它 却让他们拿这个森像 从此断灭了森宝在世间的价值 断灭了森宝在世间 应该受到大家尊重的心中的影响 那个才叫大傍身 所以在福祉的这些事情上面 以及我看到好像在香港 有一些军事团体发心 面对那些不法 假冒森人的一些败坏三宝形象的 这些发心行为当下 我们只要知道 念念之间 在心中不断地扪心自问 我们为什么发心 在每一个行为过后 我们念念去审视 我们是不是对三宝从此以后失去信心 还是真正更能够 对三宝启成致重的心中的护念 你能够这样子每天的反省思维 现在在所有的一切护法护教的行为上面 都是你将来的菩提资料 做一种 我做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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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做一种 对neh